昏黄的灯光下 夜志手拿横笛 捶耸乐曲 烛火随着悠扬音符摇曳 让来自他方的旅人 缓缓掉进时光隧道 当东京大阪 还有世界上许多城市 不断求心 金泽却反其道而行 要用城市的脑 拱住旅人的声和心 位在日本本周中部 金泽虽然远离政治经济中心 但也因此幸运躲过 二次大战的战火袭击 保留完整的古老建筑风貌 有了这样的条件 金泽仍决定善用祖先 留下的文化资产 来发展观光业 现在金泽10%的GDP 来自观光业 远高于日本平均的4% 这个人口只有46万的小城 每年却涌入了760万人次的游客 就为了体验日本古代的奢华风貌 师傅们秉气宁神 仔细地在丝绸上画下美丽精致的图案 纯手工制作的和服 加贺有缠 是金泽重要的特产之一 放眼望去工作室里 竟然有不少的年轻面孔 在走进制作漆器金箔 吹玻璃的手工艺访 很以为会看到头发花白的工匠 没想到里头满头工作的 大部分也都是年轻人 二十年前金泽人就意识到 要保存城市的老 不能只从外表左手 还要让不断流失的文化 找到传承 创新的路 前任市长山初宝 因此设立了金泽职人大学校 由市政府提供奖学金 让有志学习手工艺的年轻人 免费进行三年的训练 学习木工 石雕等技能 此外 市政府也活用 茶屋街上的传统建筑 艺术家可以低价租用这里的空间 成立个人工作室 年轻人的投入为老陈试助活力 也为工艺品增添许多现代元素 像是以展示现代艺术为主的 二十一世纪美术馆 不仅成为金泽的新地标 周边也设立让年轻艺术家 免费展示 伴手作品的空间 软艺体兼备的事正方向 塑造出鼓励艺术家创作的环境 太古东东作响 妈妈们专注练习 小孩子也拿着古棒在一边玩耍 山出堡任内另外一个重要建设 就是把废弃纺织厂 改建成二四小时开放的市民艺术村 租金一个小时不到一百台币 金泽有一半人口曾经使用过这里的空间 打太鼓 跳佛老名根舞 练萨克斯风 整个城市都充满艺文气息 小小时期に物作りというものに 挑战して楽しんで親しんでもらう だからそういうものを試す 職人さんになれ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んです 市民公家公餐しても この学校でやっているものを 少し皆さん体験して楽しんでもらえばいい それだけなんで 保存传统公益的路并不容易 但金泽人对于老的事物 有使命 有共识 便知道这是城市生存 蜕变的唯一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